来一个红烧牛尾 这个确实是地界道道的北京菜了 这牛尾实际上最好的部位 1 2 3 4 要这四斤 但是咱们家里边就没有这必要了 全给它搁进去 牛尾呢要凉水下锅了 长时间的煮一会儿 里边的血沫打得净一点的 料酒 大家知道这一块牛尾吧 在清真店里边就这么大了 五六块 168块钱 我花了不到150这么一盆 所以说呢我愿意在家里边做 我就是为了多吃一口肉 给它焯完水之后 一定要用温水 把它表面的血沫清洗干净 给它放到格安锅里边 加清水 几片姜 葱 一个草果 一块桂皮 6斤多 然后咱们得照着六七半的一样 这个盐呢咱们前期也得有一个底口 个四手 10克左右 上气之后 20分钟 大料瓣 香叶 桂皮 白纸 然后葱 姜 蒜 这个是面酱 先放蒜 姜 小火给它煸炒 这个汁熬出来呢 您不但可以烧牛尾 还可以烧牛股虎 这香味一出来呢 把这个香料洗一下 搁里边一块煸炒 熬这汁呢 中小火就行 大葱也放进去 葱姜呢 煸成金黄色 然后您这个面酱呢 就可以搁进去了 一下把这个面酱的香气 给它煸出来 黄酒 咱们调一下味儿 来点糖 胡椒粉呢 稍微重一点 一大勺 老抽 找一下颜色 颜色的来一点 牛尾呢 牛尾呢 烧至的火候够了 出锅 浓稠的汁 再给它搁火上收一下 齐了火 在管子里边 不会有这么大块的牛尾 再看看这个脱骨的状态 看到没 这个菜 您在家里边做了一顿啊 能到管子里边 能吃三顿